这个男人怎么也没想到 他的父亲在自己高二的时候决定再婚 而那个结婚对象的女儿 竟然是与自己同年级的美少女 他们就这样变成了需要共同生活的异性兄妹 原来在这之前的一天 男主的父亲突然告诉他自己想要再婚 想让他在打工结束之后一起去见一面 而且那个人的女儿也会一起出席 他给男主看的照片像是个小孩子 所以男主也没有怎么在意 可当见面时男主才发现 对方是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女孩 他自我介绍叫做林莱沙季 现在已经17岁在上高中二年级 他父亲告诉男主沙季的生日比他晚一周 所以男主之后就会多一位妹妹了 沙季的母亲不好意思地表示 他的女儿在长大后就再也不拍照片了 所以给他的那张是很小的时候拍的 之后在两人到餐厅水吧打水的时候 沙季告诉男主 自己在看到他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一直担心要是以后共同生活的对象很可怕该怎么办 不过男主却表示 有些实际上可怕的人也会装作很温柔 不过沙季立马就揭穿了男主 他说一个每天都在打工存大学学费 而且成绩还非常优秀的人会很可怕吗 男主还继续出言反驳他 万一自己是个头脑聪明的高智商罪犯吗 他这话把沙季都逗得笑了起来 不过在见面结束之后 沙季却单独地把男主叫了过去 原来他早就已经看穿了男主的伪装 虽然他的表情和说话方式非常的幽默 但自己却完全感觉不到有任何情感 在沙季说出了这些话后 男主自己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没想到对方的想法和他出奇的相似 两人约定在今后的生活中就保持这样 尽量不要过多地去干涉对方 在这次会面后不久 沙季和他的母亲就准备搬过来一起住 为了迎接他们 男主已经将房间打扫好了 男主的父亲因为太过紧张 还给两人来了一份别开生命的欢迎仪式 之后男主带着沙季来到了他的房间 看着眼前为自己准备的房间如此宽敞 沙季一时间也有点震惊 毕竟他和母亲以前住的是破旧公寓 他连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房间都没有 好在他母亲一直都是上的晚班 所以睡觉的时候也不会觉得拥挤 沙季有点在意男主为什么对他也要使用敬语 他们两人可是相同年龄的人 这在外人看来会非常奇怪的 男主没有解释自己会这么做的原因 但表示沙季如果不愿意他以后就不会用了 沙季非常喜欢男主这种与人相处的模式 表示这也算是两人之间的磨合了 他就是因为不懂与人相处的方式 导致现在的朋友只剩下一个人了 之后男主主动帮他整理起了行李 可这些毕竟是女孩子的东西 还是出现了一些少儿不移的东西 在整理衣服的时候 男主发现沙季竟然和自己读同一所高中 为了不被学校的人说闲话 两人决定在学校里要装作不认识的人 就在这时候 男主的电话却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今天他打工的地方突然缺人 在家没什么事的他就跑来顶班了 不过当他一到店里 钱被毒麦就从他身上闻到了女人的味道 还质问他是不是交到女朋友了 男主威胁他在开玩笑自己就回去了 其实男主早就跟他说了自己妹妹的事 所以他就是想要逗一下男主而已 男主告诉毒麦前辈 虽然自己的妹妹是个漂亮的美少女 但他到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相处 更不知道做兄妹应该用什么态度 但毒麦却并没有说些什么 只是告诉男主让他顺其自然就好 当男主下班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两人的父母因为都在上晚班 所以现在家里只有他们两人了 杀鸡的状态让男主的脸色变得有些严肃 好在他赶紧出脸解释 自己这样并不是母亲对自己不好 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屋子里 但因为工作原因他们两人几乎无法碰面 导致他还没有习惯有人回家跟他打招呼 不过今天他却很开心 久违地和妈妈一起出去买了东西 但男主从他的表情看出那并不是实话 或许是想借此掩饰自己的尴尬吧 男主便也没有再继续说些什么 直接转身去浴室洗澡了 而在他自己洗完之后 这天在男主起床后 发现杀鸡已经早早地救起来了 虽然两人世上的同一所重点高中 但为了不让同学知道他们的关系 杀鸡在和男主打完招呼后就先出门了 在学校的时候 男主发现杀鸡一直都是孤零零的 他的行为引起了好兄弟玩友的助力 玩友直接劝他不要对杀鸡有什么想法 虽然他是个非常漂亮的美男 但背地里却似乎有很多不好的传言 他不仅在学校染发戴尔环 对同学的态度也像是个不良少女 所以传闻他好像做了出卖身体的事 这把男主都惊呆了 他不相信杀鸡的性格会去做那种事 不过玩友表示这个传言的出处很可爱 是从棒球部一个向杀鸡告白 但最后被拒绝的人口中说出来 现在已经在各部门之间传开了 在之后的网球课上 男主发现杀鸡和他一样也选了这门课 不过他似乎没有想上去打球的意思 男主便靠过去跟他打招呼 不过这却把戴着耳机的杀鸡吓了一条 他没想到男主会在学校跟他搭话 男主说看到认识的人所以有点在眼 他没想到杀鸡也会选网球课 杀鸡表示自己是因为真灵才来的 他也是自己唯一的一个朋友 而男主选网球课的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这个运动不用打团体比赛 他不擅长期待别人或者被别人期待 听到男主这么说杀鸡还挺开心 表示他们两人还意外的合得来呢 这时男主说起他在听音乐的事 但似乎被他淡淡的给敷衍了过去 这天在男主回到家正在做作业的时候 杀鸡突然跑到他的房间来找他 他现在很缺钱但又没有太多时间 所以想问男主有没有既不耗费时间 又可以轻松赚很多钱的工作 男主表示一般的工作应该都不行吧 听完男主的回答杀鸡有些失望 表示难道真的只有去卖才行吗 这把男主惊呆了 他还以为杀鸡真的在外面做那种事 虽然两人曾约好了互相不干涉对方 但他还是劝说杀鸡要好好爱护身体 这把杀鸡听得一脸猛逼 难道打工就是对自己身体不好吗 那男主明明也有在做的呀 原来杀鸡根本没有想过那种事 他只是想要正常的找一份兼职而已 男主赶紧对自己的误解表示了道歉 不过杀鸡表示这也没什么 他知道学校中关于自己的传闻 原来杀鸡不想像自己的母亲一样 把好看外表当作资本 他要在学业和工作方面做到完美 而好看的外表才是次要的 这番话让男主回忆起自己想的时候 他的母亲就是将外表当作资本人 所以他和杀鸡的性格才会这么像 杀鸡突然想要打工赚钱 也是为了能够拥有独自生活的能力 男主表示只是靠打工的话 没有办法在短时间赚到很多钱 但他还是会向打工那的前辈咨询一下 要是有什么消息明天会告诉他 杀鸡不想单方面欠男主的人情 便决定以后由他来做晚饭偿还 可当第二天男主起床后发现 杀鸡已经给他做好了早餐 原来他觉得做个早餐只是顺便的事 不过他却发现男主没怎么吃煎蛋 还以为是自己做的有什么问题 男主表示这跟他没什么关系 他们家平时吃煎蛋的时候只放酱油 所以有点不太习惯盐和胡椒的味道 听到男主这么说杀鸡有些意外 他还不知道煎蛋能有这种事 为了以后不再发生这么尴尬的事 他决定在做饭前要问问男主的口味 这天在男主打工的空闲时间 他看起了跟经济学有关的书籍 读麦康看到后觉得很新奇 他没想到男主居然会看这类型的书 男主表示家里有了个同龄的妹妹后 自己不想一直待在家里给对方增加负担 所以想要尽快赚钱独立出去 读麦康虽然很理解他现在的心情 但还是告诉他 比起自己看这种书 不如先学会让身边的人感到可靠 比起不想成为他人的负担 倒不如趁着有余力先去帮助别人 那样等到自己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了 他觉得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 才是能不能成为有钱人的关键 那些大老板可是很擅长接受别人帮助 在晚上两人一起吃晚餐的时候 男主对没有帮沙季找到工作表示抱歉 但他还是说出了独卖摊的那番话 想让沙季以此作为一个参考 但他的注意力似乎并不在那上 而是关注起男主原来有关系好的女生 而且还是一个知识渊博的美女大学生 他对男主表示了支持 沙季表示他的话确实很有道理 但自己还是希望成为一个独立的人 男主疑惑他的态度为什么这么坚决 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不够可靠吗 沙季赶紧解释自己并不是这个意思 他们两人都很值得依靠 但如果两人要是坏人的话 自己反而会好受一些 沙季在说完后明显察觉自己说错了话 赶忙收拾餐具离开了客厅 但这却让男主陷入了迷茫之中 他完全不能理解沙季这番话的意思 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上学的时候 男主在路口看到了走在前面的沙季 就在刚刚 沙季因为戴着耳机过马路没注意 差点就被车给撞到了 还好男主及时地将他拉了回来 不过这却让男主意外地知道了 沙季其实并不是在听音乐 而是在做关于英语对话的练习 被知道了秘密让沙季害羞极了 他警告男主不要告诉别人后 就急匆匆地跑开了 而在男主放学回家后 发现家里除了沙季还多了一位熟悉的身影 他就是沙季唯一的朋友真灵 因为他很好奇自己朋友的新家 于是强行跟着沙季回来了 但因为他到现在都没有男主的联系方式 所以也没办法跟他提前说一下 在沙季将真灵送走之后 他主动地拿出了手机 想要和男主交换一下联系方式 在第二天早上 家里四个人难得地聚在了一起吃早饭 男主第一次吃到这么好吃的玉籽烧 这让亚继子阿姨十分开心 他表示这个是汤汁玉籽烧 而且正好沙季也会做 并让他下次做给男主吃 沙季有些害羞说自己做出来的没有那么软 但男主表示自己很喜欢玉籽烧 所以就算硬一点也没关系 吃完早餐后男主正在洗碗 他想到这周刚好轮到自己洗衣服 所以他想把沙季和亚继子的衣服一起洗了 但沙季表示女生的内衣洗起来很麻烦 男主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还是我们自己洗就好了 这时候男主才反应过来 他刚才完全没考虑女性内衣这茬 在早餐结束之后 两人为了分开上学男主打算先走 但却被后面的沙季给叫住了 他想为刚才自己说过的话道歉 杀季此时一直说着道歉的话 仿佛整个人已经失去了控制 男主赶紧让他先冷静一下 之后两人总算能正常交流了 男主发现他总是将错误归咎到自己身上 仿佛就像是条件反射一般 好在他现在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 并有了想要反思改善的迹象 所以他让沙季不要再继续自责了 在听完男主说的话后 沙季突然沉默了 就在两人擦身而过的时候 也就是这么一句话 导致男主在学校一整天都心不在焉 他实在无法理解沙季的句话的意思 因为今天上学时男主忘记戴打工的衣服 所以没办法必须回家一趟 但他却在路过沙季的房间时 看到了一些他不该看见的东西 而且沙季此时还刚好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男主为了缓解尴尬赶紧用打工的借口逃跑了 没想到沙季在他打工的时候发来了消息 质问男主刚才是不是真的在看 回到家的男主直接对着沙季来了个土下走 承认自己那时候确实看到了他的内衣 本以为迎接自己的将会是狂风暴露 但没想到沙季居然非常的平静 还给他端来了一杯热可可 他表示自己给男主发消息只是想确认一件事 就是男主有没有他所说的那种条件反射 现在就当是两人互相扯平了 然而就是在这天晚上 沙季在洗完澡之后 竟然直接来到了男主的房间 在脱下自己的睡衣之后 默默地爬上了他的床 他请求男主能不能将自己买下来 虽然男主很不想说伤别人自尊的话 但现在却无论如何都必须要说出来 他告诉沙季这样的人他是最讨厌的 不想把好看的外表当作资本不是他的信念吗 现在怎么就如此轻易地放弃了 冷静下来的沙季意识到自己做的事有多离谱 赶紧向男主说了对不起 之后沙季对男主敞开心扉 讲述了自己之所以变成现在这样 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在事业失败之后 母亲为了独自抚养他长大 一直在酒吧从事调酒师的工作 他的父亲不仅不给生活费 还贬低他妈妈是一个做陪酒服务的 在沙季说完了自己的经历后 男主表示他们家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他的父亲因为母亲出轨 一度曾患上了女性恐惧症 最后还是多亏了亚继子阿姨 否则他现在不可能会这么幸福 此时沙季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 表示他们两人真的很像呢 就连那些不好的地方也是 男主也非常认同沙季说的话 既然作为兄妹的两人如此相似 也许应该就能更好地相处下去了 啊好了呼籲型とかも兄さんとか 呼んでくれてもいいんだよ ありがとう 王怎么都没想到 自己挥下最强魔法师 面具之下竟是人类身份 只因小时候男主惨遭抛弃 意外被魔族最伟大的魔术师捡到 心血来朝下将男主抚养成人 教会他所有知识和魔术 为了隐藏人类身份 无论何时都戴着面具和长袍 如今的男主 已成为文风丧胆的不死旅团团长 率领魔族抢占人类城镇 正所谓擒贼先擒王 虽然能够轻而易举就能拿下对方 但是男主却给对方三个选项 一是投降成为魔王军俘虏 二是直接自我了断 三是给他两秒半时间逃跑 文言老灯很是不屑 但自己是不可能听劝的 身为人类骑士 即便是死 也不会成为魔族俘虏 殊不知老灯的举动 也在男主的意料之中 牛逼紧接着发动 保护结界笼罩整个房间 伴随着领主的落败 战争也随之结束 但看着众多人类受伤 男主心中涌起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 只因他并不是魔族 其真实身份是一名人类 在很小的时候惨遭抛弃 被他师父龙贝克抚养长大 教会了他已灭亡的高度文明 所有知识和魔术 临终前曾嘱咐他 不能透露过去文明的存在 并无论何时都要戴着面具和长袍 只因要是被人发现真实身份 必定会遭受魔族永无止境的追杀 本以为师长了强大结界 不可能有人能进入这个房间 却不料桌子底下 早早隐藏了一名少女 什么 いつから捉住 我 殺掉 我 我也没有看过 どうか 生命 泣きたいのはこっちだ 伴随着一阵敲门声 猪头人前来汇报 如今魔族已经成功占领城池 但人类活口似乎太多 干部们都打算杀死所有居民 然而却被男主制止 只因这座阿森诺城池是贸易都市 被俘虏的人类将会负责起贸易 之后只需要缴纳一定税金 便保他们安阳无恙 但如果被发现暗中反抗魔王军 将会遭受惨无人道的处分 话音刚落 男主周身散发出强烈的光芒 猛然间被传送回魔族据典 身后的人偶无分青红皂白的突然袭击 对此男主都无语了 残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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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不知把男主传送回来的人 正是他的上级 隶属于魔王军第七军团团长 名叫瑟菲洛 同时也是唯一知道男主秘密的魔族 之所以着急叫男主回来 是因为魔王想亲自见男主一面 闻言男主有些意外 指引他不过是一位小小的旅团长 按道理来说并没有自得面见魔王 不过在瑟菲洛口中得知 魔王似乎对他两天半就攻下人类城池感到好奇 很快两人传送到魔王城 这里周围弥漫着浓郁的瘴气 身为人类之躯的他 不仅无时无刻遭受瘴气入侵 更是在面见魔王时 需要检查进入魔王城的人 这让男主感到汗流加倍 要是脱掉长袍和面具 必定会被对方识破身份 好在瑟菲洛早已料到 随手对男主施展魔法 杀内间整个人都散发着无可匹敌的魔力 这让守卫头领很是欣慰 指引他知道男主是龙贝克的孙子 而龙贝克是魔族最伟大的魔术师 即便已经去世 其威名在魔族内无不知晓 虽然有惊无险地来到里面 但男主内心紧张得不行 指引现任魔王是史上最强的男人 在魔族被打的暴头鼠窜时 仅用一战彻底打的人类节节败退 更是传闻魔王生性残暴 感觉无能的人都会统统杀掉 但相对的 如果被他认可的人 即便是实力不强 也愿意提拔对方 印象中的魔王长相 必定是面目猙獰 但男主怎么都没想到 王座之上 竟是一位妩媚动人的少女 之所以传召男主 是因为他只花了两天半 就攻陷号称坚不可摧的阿森诺城池 对此男主把功劳都推给团长 表示自己只是服从命令 不料这番话让魔王产生疑虑 如此谦虚的表达 仿佛就像人类一样 剑状瑟菲洛连忙解释 男主是被称为 地狱守护者龙贝克的孙子 这才让魔王打消了疑虑 毕竟龙贝克为人心思极其诊密 也正因为这样 好奇男主攻陷城池后 才选择不杀死居民和负责人吗 庆幸的是 猪头人之前也问过他类似的问题 对于魔族来说 正常都需要拿负责人祭天 但身为人类的他却无法手认同族 于是谎称 人类虽然会一时害怕魔族 但不会因害怕而屈服 从历史上不难看出 相对于魔族来说 俘虏人类继续当城市统治者 反而对魔王军更为有利 之所以这样回答 是因为男主察觉 眼前的魔王似乎和他师父一样 知道过去存在的高度文明 并利用这些知识 为魔王军带来改革 眼看魔王离开 长时间紧绷的状态一下子消散 短短的交谈 差点没把屎都吓出来 信信魔王不仅没有发现 他人类的身份 甚至还给男主奖励 但对于男主来说 更像是惩罚 当再次回到结界房间 发现之前的女仆户户大睡 男主都无语了 虽然被发现秘密 但也没想着杀死对方 交谈中也得知少女 其实是一名奴隶 名叫沙帝 既然发现自己的人类身份 并不能轻易就放他离开 于是决定让他当自己的贴身女 只因魔王将阿森诺最南边的城镇 奖励给男主统治 今后将会成为战争的最前线 而男主的任务不仅要保护人 还要将领币税收翻倍 想想男主都感到头疼 只因这里被瑟菲洛使用大范围魔法 周围都被轰得一片狼藉 正常来说以人类的速度 重建整座城镇至少要半年时间 但如果魔族和人类进行配合 只需要短短一个月就能完全重建 这让猪头人惊讶至极 从未见过人类居然会和魔族一起工作 而这一切都是男主提出无法抗拒条件 早九晚五三班到 二十四小时持续作业 干到好给予奖金提高整体士气 大饼划下来 无论是人类还是魔族都干净满满 呃 次の魔王になられるお方だ!